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由协定 由对中韩双方而言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协定 实现了利益大体平衡 全面高水平的目标 从2012年5月启动中韩自贸谈判 到2014年11月 两国元首在北京共同宣布结束时执行谈判 再到2015年2月 双方完成中韩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迁 中韩自贸协定终于尘埃落定 根据协定 在开放水平方面 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务90% 贸易额85% 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投资和规则共17个领域 包含了电子商务 竞争政策 政府采购 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 观察人士认为 这份签订的签署对双边经济关系至关重要 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 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五大海外投资来源地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3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2742亿美元 并将在今年突破3000亿美元 目前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3个 涉及21个国家和地区 仅在亚太地区就存在数十种大大小小的自贸协定 中国在去年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上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 希望以一套亚太交规来打破自贸协定过于碎片化的意大利面碗困境 美国布兰黛斯大学国际金融学教授彼得·皮特里认为 尽早就亚太自贸区进行深入讨论 有助于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甚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等 自贸协议变为通往亚太自贸区道路上的垫脚石而被绊脚石 以中韩和中澳自贸协定的点 串起RCEP16国自贸协定的线 最终在融合汇聚为亚太自贸区的面 中国在打造亚太自贸区游戏规则方面的构想逐渐成熟 中国也为更开放的全球贸易贡献了自己的努力 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后 中国将在最长20年内实现零关税的产品达到税目的91% 进口额的85% 韩国零关税产品达到税目的92% 进口额的91% 这些复杂的数字究竟能为普通百姓带来怎样的实惠 一起来关注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 2014年全年韩国对中国出口精油及香膏 香料制品及化妆灌洗品总额达5.98亿美元 比前一年增长89.3% 韩国化妆品在中国的市场之大可见一斑 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后 韩国化妆品有望变得更便宜 大家以后买韩国化妆品可能就无需完全依靠海外代购 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数据显示 2014年富韩接受治疗的中国患者超过7.9万人次 比2009年增长了近17倍 根据自由贸易协议内容 持有韩国医师执照的医生可在中国进行短期行医 期限有望从6个月逐渐延长至一年 今后有整形需求的中国人 也许不用出国门即可享受到韩国整形医生的上门服务 近年来 中韩旅游交流越来越热 在中韩自贸协定中 中方考虑允许韩国旅行社在中国招揽访问韩国或第三国的游客 这意味着今后我们赴韩国乃至第三国旅游 可以享受到韩国旅行社的服务 当然 韩国旅行社入华或给我国的旅行社造成一定影响 但另一方面 竞争有助于中国的旅行社不断提高服务品质 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 近年来 韩流在中国势头凶猛 文化产业业内人士分析 中韩自贸协定将使得 韩国的电影和人才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 由于韩国影视工业整体水平较高 在初期阶段 韩国影视产品对中国的影响力 可能会超过中国影视产品在韩国的影响力 但从长远看来 两国可以从中获取对自身发展有帮助的东西 例如人才培养 产品创意 市场推广等 而对于韩国影视中常出现的泡菜 也有望摆上中国百姓的餐桌 泡菜是韩国的标志性食物 但目前中国市面上的泡菜大多都是国产 比较难吃到韩国原装进口的 不仅如此 中国每年还有超过20万吨的泡菜登入韩国 摆上韩国人餐桌 自贸协定生效后 喜欢韩国泡菜的朋友 预计不出国就能尝到正宗的韩国泡菜了 此外 随着自贸协定的生效 预计韩国生产的智能手机 以及本电脑 小型生活家电等等 也将成为中国市场上的热销品 同时 中国生产的手工艺品 服装 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间产品 也必将凭借价格优势 给韩国民众的生活带来方便 这种自由贸易给民众带来的好处 只会越来越多 8月1日 中国与韩国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2日表示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将推动中韩双边贸易 有助于促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甚至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沈丹阳介绍 中韩自贸协定是我国迄今为止 对外签署的涵盖议题范围最广 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 对中韩双方而言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协定 实现了利益大体平衡全面高水平的目标 在货物贸易方面 中国最终将有91%的产品对韩国取消关税 覆盖至韩国进口额的85% 同时韩国最终将会有92%的产品 对中国取消关税 覆盖至中国进口额的91%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 中韩自贸协定将拉动中国实际GDP增长0.34个百分点 拉动韩国实际GDP增长0.97个百分点 沈丹阳说 不仅两国企业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消费者也将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家电啊 服装啊 鞋帽啊 日用化工品啊 还有一些特色的食品等等 那么这些热门产品通过 中国的游客到韩国去旅游来采购 或者通过代购的方式进口 这类产品的价格将会更加便宜 现在呢 在中国买一袋韩国的泡菜 其中25%大概就是需要交了关税 而现在呢 随着这个中韩自贸协定的签署 这个泡菜的关税呢 跟随其他很多的食品啊 农产品 包括机械产品 日用化工品 他们的关税都将在5到20年之内逐步的取消 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就介绍呢 随这个中韩自贸协定的签署 不仅使两国的消费者和企业获利 深化了两国经贸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 他们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风向标 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重量级的自贸区 中韩自贸区标志着亚太地区自贸区建设 迈出了重要一步 将为今后推进中日韩自贸区 区域前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RCEP 乃至亚太自贸区进程 发挥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也将对两国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和欧亚大陆经济融合 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沈黛阳介绍 中韩自贸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投资和规则共17个领域 包括电子商务 竞争政策和环境 和地方经济合作等 现代自贸协定议题 比如快递业务 中国快递企业不用在韩国设办事处 就可以从事空域 沐浴等国际快递业务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我国的快递企业 在韩国开展业务的限制条件 将进一步减少 业务范围得到空前的扩大 将为支持我国快递企业发展壮大 鼓励和推动其向韩国市场走出去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保障 这个快递企业走出去 还有另外的意义 就是对跨境电商 将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同时 双方承诺在协议生效后 将以负面清单模式 继续开展服务贸易谈判 并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 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谈判投资 专家认为 自贸协定包含服务 投资 电商 环保等内容 可以看出中韩双方意图把蛋糕做大 合理分享投资和其他便利化的合作带来的红利 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视野 接下来依然是我们的东北亚新闻 2015中国哈尔滨珠宝玉石博览会29日开幕 高达700吨的俄罗斯进口宝石 配额让国内的宝玉石商人心动不已 展会的主展区被一中一外两大宝玉石资源占据 黑龙江 迅克 北 红马脑和俄罗斯宝玉石 向参观者展示出黑龙江发展宝玉石产业的后盾和资本 北红马脑色彩绚丽温润 俏色丰富 黑龙江省迅克县储量丰富 有马脑之乡的美誉 近些年 北红马脑的美誉度和价格一路走高 而以北红马脑为原料的作品 在工艺大奖中也屡有展获 与迅克马脑展区相呼应的 是来自边茂城市东宁的俄罗斯宝玉石展区 二十多家企业带来的五千多个展品 显示着邻国俄罗斯丰富的宝玉石资源 便利的通关条件和良好的贸易信力 让东宁成为俄罗斯宝玉石重要入境通道的集散地 国内许多宝玉石商人也纷纷在东宁开设分支机构 一方面呢 我们拥有大量的俄裔的资源 有大概是五百吨的玉石的配额 在保证这个玉石毛料的通关 有一个资源的保证 另一方面呢 东宁的口岸是金柏利金属口岸 这是中国很少的北方唯一的金柏利金属口岸 使保玉石通关实现了便利化 据此次展会的承办方黑龙江出入境检疫检疫局介绍 与以往的商业展会不同 此次展会是公益性博览会 在促进保育石产业发展的同时 也是为了培养我国北方的保育石市场 那么我们这次博览会就是要打业一个平台 让消费者能看到困境建设的展品 让这个业界能有一个中外核子的交流的机会 那么要爱好者能一个观赏或者欣赏郁文化的契机 目的呢就是让哈尔明市老百姓 在一路一带这个过程当中享受到旅游文化 享受到郁文化那种美感 此次展会吸引了上海诸多珠宝玉石展商的加盟 海派公益大师们的作品也让众多参观者目不暇接 展会上还有四家官方检测机构 提供保育石免费鉴定服务 今天买的挺喜欢的 不知道是真假 只要政府有这个公益活动 我就来撤一下心里有个底 很高兴 那几个串是在哪买的 在杭州旅游书买的 就不知道是真假 过来有这活动鉴定一下的 此次展会至6月2日结束 展会还将组织保育石知识讲座 工艺拍卖 精品展 原始展等系列活动 在5月30日举行的2015中国盘景 红海滩自行车邀请赛上 来自辽宁各市及国内其他省市的 近3000名自行车选手和爱好者 置身于盘景特有的红滩绿尾中 进行了一场健康骑行 这次近3000人参加的赛事 从前期策划到具体实施 主要是由盘景当地的 自行车协会组织 咱们这次业余邀请赛 咱们就是召集了全国各地 包括上海呀 天津啊 河南 河北呀 13个省市 40多支代表队 总计人数是970亿人 再加上咱们本市的千余人 参加这次比赛 外地骑友也来了相当多 也有千余人骑友 盘景能举办这么大规模的 自行车邀请赛 依靠的是盘景良好的 自行车运动基础 以及庞大的骑行爱好者人群 正常的群体有十几个 散骑的也有不少 正常的群体 你像最早的走走悠悠 这都全国都有名的 包括咱们喜爱乡车队 包括单车一族车队 这都逮盘景相当有影响力的 正是因为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盘景式的自行车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 我们每周都有健康的机型 每个周六的周六或者是周日 有些啥 看天气 周六天气情况也许就放 我们周六就组织组织织织 就是每个周每周都是避齐的 平时有时间的情况下 也去外地参加一些比赛啊 骑游啊 这种大型的公益型的活动 王玉田是盘景式的一名退休职工 退休后他加入了盘景闪电骑士会 今天他们骑士会的成员也来参加了邀请赛 今天来拆赛的吗 拆赛的可能是800 自从加入闪电骑士会 骑行这项运动 王玉田从未间断过 一个来回都得在100多公里 盘景闪电骑士会 只是辽宁众多自行车爱好者组织的一个缩影 在辽宁各地这样的组织还有很多 他们因为共同的爱好聚在了一起 通过骑行锻炼了身体 也讨厌了勤操 骑行正在成为辽宁人健身运动的主要方式之一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视野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登陆 吹炮W到ChinaGE.com 我是剑颖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